泰国北部有最危险的神秘丛林 因为丛林中生活的族群和村落 都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 有人带中达五金的铜圈 有人用蛇来当宠物 还有人和大象一起踢球 杜宇阳 旅游达人 对旅游 探险 尤其是探秘人际罕至的神秘地带 有着强烈的兴趣 终于找到了 属于是野猪 走 快 快 快 这一次 他就要去往青迈附近的太北丛林 去寻觅三种奇特的风俗 在太北丛林的深处 有一个仍然处于母系氏族的原始部落 他们的身上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类的显著特征 因为这个特征 丛林外的村民都不敢靠近他们的领地 他们世代隐居 与世隔绝 为了接近他们 杜宇阳找到了一位船夫 划船带路 接近他们的领地 随着水道逐渐变窄 森林越来越茂密 这里已经是很少有人进入的丛林深处 终于 杜宇阳发现了一个被密林包围的小村庄 这个神秘民族的面纱 马上就要被揭开了 饼干 本次杜宇阳探秘太北丛林的导游兼翻译 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颇有了解 哇 漂亮 所有村子里所有女人都是这样吗 对 可以看这个吗 有规矩 哇 真的是金属 真的是金属 看起来累得好紧 没错 杜宇阳要找的这个神秘民族 就是长景族 这就像